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熟女性就首先肯定要是有自己的想法 就比如在团体里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能够跟别人有不一样的点吧 然后也有明确的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其次就是可能是风格方面 因为我们团体大部分是以可爱为主 所以想要展现一下不一样的年龄感 就是想要往成熟女性的方向去努力 就比如这次生日会不是选了一首就是比较成熟风的歌吗 但我平常其实就比较少跳这种歌 因为我觉得我就跳不来 然后所以之前有搜过很多各种就是别的艺人的 各种类似的现场 然后又看又学习他们的什么表情啊 或者是舞异动作这样 有就就练舞的时候也是 我觉得我就是略微有点僵硬 就是那个舞其实是男老师教的 但男老师比我跳的还要还要性感 练舞的时候也很受挫 然后又学习那个男老师的那种那种感觉 就还挺神奇的吧 因为比如你每次演不同的戏 然后演不同的角色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过不同的人生这样 就比如昨天我在拍的 就是现在在拍的那部戏叫《亲爱的孩子》 它是一个就是八十年代的戏 就每天化完妆就装扮在那儿 就是那种小双马尾 然后扎着红头绳 就是特别有年代感的一个角色 然后站在那个布景里面 就是感觉自己确实回到了那个八十年代 虽然我也没没在八十年代出生 我也没见过八十年代什么样的 但是就是感触还是挺深的 然后马上今天又变回现代人了 所以就是中间这个转变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就比如演我爸的一个演员 他其实私下也是很温和 很和蔼可亲的一个人 但是他那个角色就是非常严厉的一个严肅 他一在那个角色里就很吓人 我就不敢跟他说话 然后一骂我我马上就会哭 很害怕 真的很害怕 对 觉得那个老师演得特别好 就会有比如说几场戏 会觉得演得特别舒服 就比如说是一些 就其实我一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反而比较难 主要是有一些 比如前辈老师带我的时候 就能够很快进入状态 就会不用预想说我要怎么去表演 就完全是自发的那些表演 对 就是马上要上映的一身有你 然后在里面饰演雷雷 然后雷雷也是一个就是 跟我很不一样的性格 是一个很比较泼辣的一个角色 然后性格比较大胆的那种 演的时候也很有意思 剧中的两个男演员都被我扇耳光 在那个戏里一直打别人 一直扇耳光 就我一开始打人我很害怕 导演让我真打 但是我很怕就是我控制不住那个镜 就很害怕 然后就是有练习很多次 然后但是结果就是 比如什么彩排的时候都还好 然后有一遍就是就是一下可能就是收不住情绪 就是打得很响 砰一声 然后现场大家都愣住了 他有打愣了 就本来他应该说台词的愣住了 觉得挺对不起他的 其实都还挺喜欢的 就唱歌跟综艺来说的话 接触比较久 比起演戏的话 演戏目前来说 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的 尤其是演一些就是比较 跟我不太接近 跟我反差比较大的角色的时候 每次演的时候 其实心理压力还是很大的 因为综艺的气氛很活泼嘛 就基本上尤其是那些 就同台的其他那些经常上综艺的人 真的就是大家都很有趣 就只要跟他们在一起 就会觉得很开心 能感受到那个有趣的氛围 就生日会的时候也说了 因为可能接下来半年都在剧组时间比较多 然后因为平常我也比较少发微博 然后拍戏的时候 可能因为基本上会发微博时间比较少 然后跟粉丝互动的时间也比较少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耐心等待 然后也会尽量多创造 跟大家见面的机会的 就这样就会不会让我们在一起 给他点误会